嗯? 洛琪 我在呢? 我要走了喔 好可愛喔 洛琪 我在這兒等著你回來 等著你回來 看那桃花開 你放心 我有一個小管家 洛琪 我回來了 主人歡迎回家 我已幫你啟動名堂用的燈光 哇! 哇! 我們今天來到的空間是十二屏的智慧宅喔 沒錯 我跟你說喔 等一下還有很多功能你沒有看過 我等一下秀給你看 太好了 好期待喔 有什麼樣智慧的功能呢 來我秀給你看 好 洛琪 我在呢? 我好累 對 主人您辛苦了 我幫您打開電視 播放音樂 給您放鬆一下 哇! 又未開了耶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設定完 所以他就會知道 平常喜歡看哪一個頻道 其實啊 智能仔喔 在過去沒有辦法成熟 原因是因為 它的操作太複雜了 嗯 所以現在已經 逐漸變得很簡單了 像我們這樣子 這種遙控器 有些長輩他不喜歡用手機 然後他也覺得講話他可能有一點口音 對 所以你一樣用遙控器可以控制 那一般的年輕人或是中年人 他如果習慣用手機APP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手機APP來控制 但是我採用了最輕鬆的方法 就是用語音 對 哇!今天真的看到一個非常智慧 又非常幸福的空間 一直在這邊呢 我們要特別感謝一個人 就是我們今天的小管家 小管家 他要休息了 洛琪 我在呢 我要走囉 我送你禮拜 好可愛喔 洛琪 欸 我出門了 我在這兒等著你回來 等著你回來 看那桃花開 洛琪 欸 我出門了 好的 主人 我先幫你關閉不必要的電器設備 並開啟外出防盜機制 讓您安心出門 這樣就很安心可以出門 哇!